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来讲不科幻喜剧 银河系漫游指南 英文名 不重要 话说故事背景是这样的 在遥远的英国大陆上 有这么一个人叫卷毛 这天突然来了个施工队 要拆他家房子 公头说这一片要建高速公路 卷毛家房荡害了 卷毛说你快拉倒吧 方圆无礼就只有这一栋房子 那么巧就挡着高速了 公头说那对呗 无巧不成书 这个时候卷毛的朋友小黑 着急忙慌的赶到现场 把卷毛拉到一个酒吧喝酒 卷毛说我家房子都快没了 哪有心情喝酒啊 小黑说别管你的破房子了 地球就要毁灭了 你赶紧给我逃命吧 其实我是个外星人 我刚到地球的时候 你救过一命 现在让我救你一回吧 卷毛说我就说 大中午都不能喝酒嘛 几个菜喝成这样 满嘴跑火车 然后卷毛回家一看 发现房子已经被拆掉了 但是与此同时呢 外星拆线大队的飞船 也刚好降临地球 这个外星人长得非头大耳的 有点不堪入目 我们就叫他们标星人 标星人的头头也没废话 简单播报了一则通知 说银河系空间管委会 准备建一条星际高速公路 地球正好挡害了 所以需要立刻被拆掉 话音未落 地球 爆炸了 再看卷毛和小黑这边 小黑在这卷毛搭了个顺风车 偷摸着登上了标星人的飞船 然后小黑在卷毛的耳朵里 塞了一条小黄鱼 这条小黄鱼有翻译功能 它以脑电波为时 排泄出来的也是脑电波 它可以吸收无法理解的波 拉出可以理解的波 这么波来波去的 人就能听懂外星人的语言了 原理这是这么个原理 但是一想到一条鱼 在你脑袋里拉时 很快小黑和卷毛 就被标星人发现了 标星人特别各样 这种搭便车的人 所以直接就把他俩扔出了飞船 经过大数据统计 人在真空宇宙中 被救起的概率 大概是2的 20亿7946万 0347四方比1 其实也没有必要那么麻烦 就统计一下 基本上就是死定了 但碰巧他俩就被一艘 外星飞船就走了 这艘飞船的所有者 是银河系总统长毛 同时他也是小黑的表弟 这茫茫宇宙中 还能遇上个亲戚 你说巧不巧 更巧的是 船上的另一位女性翠花 也和卷毛认识 俩人在一个派对上相识 属于艳中情 但是翠花与卷毛一起出去旅游 卷毛与工作为由拒绝了 所以翠花就跟长毛上了飞船 你看 这不就是大好的机会没保住吗 但这都不重要 最后俩人还是聚在一起了 然后咱们重点说一下 银河系总统长毛 这小子是个绣花枕头 除了有总统这个名头之外 啥也不是 他自己也很清楚 这么下去没啥前途 所以就在一次典礼现场 偷走了飞船 踏上了一段探险之旅 那他具体要干啥呢 哎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故事了 话说 在好多好多年前 一个超级就会种族 挑选了两个最聪明的小孩 制造了一台超级电脑 名叫陈思者 制造这台电脑的目的 就是让他计算出 宇宙万物和生命的终极答案 陈思者稍作考虑 说这个问题我得想一想 你们7500万年之后再来吧 到时候我就能想出来了 很快时间来到7500万年之后 全世界的人都在等待着 陈思者公布答案 骂家伙那场面大的 陈思者说 宇宙万物和生命的终极答案就是 42 神他妈42 这叫什么狗屁答案 陈思者说 这答案咋的呀 有毛病吗 再说你们问的那是啥问题呀 他宇宙万物和生命的终极答案 这算问题吗 你们知道自己到底想问啥吗 这怎么不算问题呢 问的就是终极答案吗 那我不管 反正我算上的答案就是42 你们弄清楚终极问题是啥 才能理解这个答案 那终极问题是啥呢 那我不知道 但我可以为你们设计一台超级电脑 用生命去运算它的计算程序 以此算出终极答案 这台电脑的名字就叫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长毛的目的就是找出终极问题 让自己流芳百事 当然找到终极问题的第一步 就是找到那台超级电脑 首先他们要前往陈思者所在的星球 马格里西安 但马格里西安的坐标 只有一个人知道 他就是喷嚏星的老大 眼镜格 眼镜格是长毛竞选总统时的竞争对手 自然不会轻易把坐标给他 作为交换条件 长毛必须去马格里西安 帮眼镜格拿回一把超级武器 这之后呢 几个人又遭遇了总统护卫队 两个人打在右侧朝天 但这段情节没啥大用 咱就不细说了 反正最后呢 几个人终于到达了马格里西安上空 但人际星球的理事会广播通知他们 整个星球目前暂时关闭 如果您想留言 请在避音后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 逼 这个时候长毛就不乐意了 好不容易来了 也不能白跑一趟啊 他说别听了瞎白话 咱们强行降落 很高兴您对我星球的热情不减 为表谢意 将送上两枚导弹作为礼物 请务必笑纳 祝您生活愉快 再见 开个玩笑啊 最终几人还是躲过了导弹 成功降落了 现在的问题是有三个传送门 哪个在这通向沉死者的门呢 唯一的方法就是闭眼蒙一个 小碩果断跳进了其中一个传送门 随后小黑和长毛也跳了进去 卷毛纠结了好半天 也准备跟着一起跳 但万万没想到传送门关闭了 他没传过去 而长毛这门呢 很快就找到了沉死者 长毛问 伟大的超级电脑沉死者呀 请问你计算出宇宙万物和生命的终极答案了吗 没有 啊 为啥呀 因为我一直在看电视没空啊 我设计了另一台电脑 让它去处理了 那另一台电脑在哪呢 另一台电脑就是地球 我听说干人给炸了 那还有别的方法可以变化了 我看电视呢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 长毛只能拿了一把超级武器准备离开 两件事半成一件 勉强可以接受 再看卷毛这门 他无法通过传送门 只能和机器人大白坐着干凳 大白是个患有抑郁症的机器人 对人生充满了失望 他说 你看 我就说不让你们来吧 我就知道没啥好结果 哎 人呐 不是 机器人呐 我这没劲 突然 一位神秘的老头出现在卷毛面前 他要带卷毛进入另一扇传送门 告诉他整个事情的真相 这个时候大白又说话了 他说你啊 想去就去 我不拦着 但是你基本上是死定了 不管怎么说 卷毛还是跟老头走乱 原来这个老头是星际建筑师 专门负责替人接到星球 当初的地球这是一群老鼠委托他建造的 你没有听错 其实老鼠是高智慧物种 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拿人类做实验 只是人类没有发现 地球毁灭之后 老鼠又委托老头建造了地球二号 卷毛来到地球二号之后 竟然他发现长毛小村和黑带都已经在这了 原来是两只老鼠劫持并控制了他们 而老鼠的最终目的也是找出终极问题的答案 当年他们建造地球 就是为了用地球上的生命去运行计算程序 现在地球被毁了 卷毛成了仅存的生命个体 老鼠准备用他的大脑继续运行程序 但俗话说得好 武功再高也怕菜刀 脑子再好体格太小 老鼠再聪明也不扛揍啊 卷毛用蛮力挣脱了束缚 一锅底拍扁了这辆小号子 与此同时 护卫队通过大白找到了总统的位置 二话不说就是一顿扫射 咱也不知道他们是来救人的还是来杀人的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大白挺身的出 他用马格里西安的超级武器击倒了整个护卫队 其实这把武器的功能 就是让被击中者感触到使用者的情绪 之前咱们说过 大白是个患有抑郁症的机器人 所以说护卫队是被抑郁所击倒的 这部个操作秀啊 电影的最后 建筑师老头重启了地球二号的生命周期 一切又回归到了地球被毁灭之前的样子 卷毛等人再次踏上征程 继续寻找宇宙万物和生命的终极答案 这部电影呢 比较推荐大家去看完整版 因为电影本身的情节比较松散 但很多小细节非常有意思 一个个全都讲出来吧 时间又不够 所以只能省着一些情节 来确保故事的流畅性 反正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看 不能保证你开会大笑 笑得露出后扫牙 看你细品一些细节 肯定会觉得很有意思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